歡迎聽眾掃描QR Call 然後在 QA 時間線上提問 請問問問 請問問問問 請問問問問問問 請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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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天之院長 還有代副校長 呂副校長 還有科管院的老師 大家好 還有在現場的朋友們 還有在線上的朋友們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好 謝謝 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科管院 這個每一學期的年度的大事 這個孫義璇講座 今天這個知識饗宴 要揭開序幕 那我們第一場 特別邀請到 我們台北政經學院的院長 陳天之 來對我們做這個專題的演講 那據我的瞭解 陳院長已經是第二次到這個講座來 所以這個是蠻特別的 陳院長現在是台大經濟系的名譽教授 剛剛我說過 也是台北政經學院的院長 然後他蠻特別的 我認為蠻特別的 他是一個台大電機系在1975年畢業 然後從一個電機的領域轉到這個經濟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更特別的是像今天早上 這個大股翔平 秀黑歐塔尼他破了這個紀錄 大聯盟史上第一個 那我看陳院長也是 他在2008年接受了馬英州總統 在入閣 2012年又接受了蔡英文總統 又到入閣 這個在台灣應該 應該是沒有第二個人吧 這個學術的專業 能夠受到不同政黨的肯定 對國家的貢獻非常大 那今天的主題是 中度所得陷阱與創新 我的了解是 一個國家的發展到一定的時候 大概中度的所得的時候 他可能會面臨到一些困境 他從投資的驅動 轉成創新的驅動 中間一定會面臨到很多的矛盾 那我們就來仔細的聆聽 陳院長我們帶來的精彩的演講 是不是大家跟我一起 來熱烈的歡迎陳院長 謝謝 非常細緻的 你們要介紹 大家進到 以對相同的 特色的 先讓我們進到 現在不只來演講 現在在清華就業 所以感謝幾位副校長 校長的照顧 很多老師同學 很多老朋友 所以今天林院長說 這個學期要不要來講這個 我說好吧 雖然講過一次 剛好最近在談這個議題 就是中整過去30年 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 我寫了一本書 就叫有關台灣的中途所得陷阱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30年 剛好是我在退休前 最重要的台灣 我覺得經濟發展的這個階段 1990到2020 那這段時間 其實剛好有幾個重要事情 在台灣發生 第一個當然政治民主化了 所以我們過去那些 英明領袖啊 什麼這些 可能慢慢他們的影響力啊 重要性都慢慢下降 然後台灣內部大概不停的都是吵鬧 就是隨執政啊 那另外一個黨就會暢衰 等到他執政的時候 那原來執政的黨就暢衰的 那好像台灣已經快沒有希望了 那20年 30年中間有不斷的出現 口罩表 太好了 就是不斷的出現 這個台灣可能已經 抱歉沒有吧 這樣可以嗎 好已經出現了一個真正的傳統的這個中度所得陷阱的危機了 那我自己在政府服務剛剛院長也講 也非常懷疑是不是我們真正已經陷入一個非常困難的境地 有好幾次就在想說台灣是不是真正可能沒辦法突破 變成一個真正的成熟的開發中國家 那就很幸運的經過這30年的掙扎 大概在2021年就去年 這個美人的所得已經超過3萬美元了 不管是雖然有一點匯率的因素 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在全世界的這個歷史上跟現在看有的地圖裡面 仍然是非常稀有的 就是從戰後現在經濟學家一般研究這個戰後經濟發展的一個階段 就是說在戰後1945年 那時候如果還沒有成為一個已經完全工業化的國家 在這後面這70年到今天為止 能夠突破這個中間這個瓶頸 而變成一個真正成熟的工業化國家了 除了台灣之外就只有韓國 沒有第三個國家 雖然新加坡也是 但是因為新加坡它的經濟規模比較小 所以在聯合國的就是ANTEC裡面的這個列表裡面 新加坡現在仍然被列為一個開發中國家 雖然這個不太合乎事實 香港因為沒有被記錄 所以等於是說戰後一個經濟規模比較大的國家 能夠真正突破這個瓶頸的大概就只有台灣跟韓國 無論如何 無論這個中間如何 這總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又發現說台灣突破這個瓶頸的方法 跟韓國有非常顯著的不同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我們把它想一想來玩位置中間 更重要的是我們這一代的人 包括像史院長或大學長 我們在這30年的掙扎裡面應該都有參與 主要不知道有什麼貢獻不知道 大家都有參與 所以有很多實體的感覺我覺得值得跟大家來分享 所以大概就這樣 來 我們就開始吧 好 一個國家發展到中度所得的水準 在向上發展常遭遇很大的困難 這個就是所謂中度所得陷阱 抱歉 跳得太快了 這樣可以嗎 一般文獻上大概說中度所得陷阱大概發生在 每人所得1萬到1萬4千美元 這中間卡住的國家最多 如果要舉例的話就是巴西 智利 墨西哥 土耳其 馬來西亞 應該都是個案 如果能夠突破這個階段的卡關 就變成一個完全的開發國家 戰後只有韓國跟台灣達到這個工作 好 我們來看一下馬來西亞 這個是我非常喜歡的國家 過去在做研究的時候也常去 80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做東安亞國家的研究就常常去馬來西亞 我覺得在整個亞洲裡面 如果新加坡不算 就是整個國家的基礎建設 法治建設 做得最好 我覺得是馬來西亞 它遠遠的超過台灣 韓國 甚至比日本都不輸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國家 說不定那時候所得水準 雖然比台灣低一些些 但是你去那邊的感覺很好 城市建設非常漂亮 法規各方面都非常完整 可是經過30年 20年之後 馬來西亞的所得水準並沒有太大提升 它卡在 我這裡舉的例子是2010年的數字 你可以看到它的所得是差不多9000塊 這時候就是中度所得陷阱的熱區 然後你再往下看大概1萬塊1萬塊1萬1 又回到9800 9800 1萬1 1萬1 1萬1又回到1萬 就是這個就這樣的典型了 它賺不出來 這是到2020年 看一下台灣的 2000年1萬4 差不多1萬5 這剛好是政黨輪替 第一次政黨輪替的那一年 也還在中度所得陷阱的熱區 你可以看到接下來 這個就是網路泡沫 2001年的網路泡沫的那一年 所得倒退兩年 然後接下來稍微提升2003年 到2004年勉強回到差不多2000年的水準 然後接下來1萬6 1萬6 1萬7 1萬8 又回到1萬6 這個是2008年的金融風暴 那時候我也剛好在政府服務 就看起來好像你上不了2萬 就是那一段的卡住的感覺是非常明確的 就是這個奴隸這個奴隸 有些部門做得很好 有些部門就是沒辦法突破 總體講起來就是卡在2萬的水準 這個地方到2020年之後才整個 台灣才整個突破 所以我說這10年中間 2000年到2010年 應該是台灣的這個經濟最掙扎的 最掙扎的這個10年 就是網路泡沫一直到2010這一段時間 那這裡面有民進黨執政 也有國民黨執政 所以我們都不要怪哪一個政黨 去造成這個結果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經濟整體發展的現象 好 所以我今天想要做的就是說 因為是管院的論壇 所以我想就談一下創新 就是說在這段時間所發生的事情當然很多 包括民主化是不是有影響 政府的角色有沒有什麼改變 工業產業政策是不是在這一間 這中間沒有發生效能 或者是對大陸投資過多 這些都可能被用來作為 你會發生這個卡關的一些原因 也就是各方面都有一些討論 也事實上是一個很好的學術各方面的問題 我今天就只講創新 因為我覺得中度鎖頭陷阱的出現 主要就是創新的困難 所以這樣比較理解這個 我覺得比較聚焦 也剛好可以拿這個題目 來跟管院的老師們來做一些切磋 所以我說中度鎖頭陷阱 因為剛剛講在1萬到1萬4 所以它就是出現在初步工業化已經完成 即將進入高度工業化的階段 也就是從投資驅動的經濟發展階段 進入一個創新驅動 也就是說在投資驅動這一段 我們就是不斷的紮錢 投資然後資本形成的速度夠快的話 你會衝破這一段的瓶頸 對台灣來講的話 差不多就是在90年代的這個階段 就是一個投資驅動的最末端的 這段時期 所以大量的投資 然後半導體什麼LCD 都是在1990年代到2000年這段時間裡面 形成的一個產業 所以可是到2000以後你發現說 兩兆雙星都有了 但是它就是沒有辦法突破那個產業 要達到一個國際競爭的水準所需要的那個能量 就是東西是有了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突破 就是這樣 那也就是說你這個紮錢來做經濟成長 這個階段已經結束 你進入一個創新了 就是你需要用創新來把你這個美人生產的能力 進一步的提升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困難 因為很容易理解 經濟學家看這個問題 一般我們都是經濟學家看問題 就是把複雜問題簡單化 有時候簡單到完全不合實際有可能 它就是說企業競爭模式改變 你過去是價格競爭 在還沒有進入這個創新驅動的時代 你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就是靠你價格便宜 所以我們只要成本夠低 然後台灣人又很努力做 24小時無休 那你就可以在國際上取得一個競爭的地位 可是你過了這個階段以後 你還要再往上提升你的所得水準 你必須要靠品質 你如果還是一樣做同樣的東西 那你不可能賣更好的價錢 所以你的所得不可能提升 更何況後面很多人想要跟你做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的東西的價格就會一直跌 對不對 所以你不但所得不會提升 你是要往後退 所以你一定要從一個價格競爭的時代 進入一個品質競爭的時代 就是你做出來的東西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這個就是需要創新嗎 成本競爭取決於比較利益 就是一個國家只要定位正確 做自己應該做的產業 它就有辦法走過這一段工業化初期的成長 進入一個到達一個中度所得的水準 這個並不難 就是你只要在基礎建設制度上各方面都做得不錯 然後能夠發揮你的比較利益 你就可以達成 可是過了這個階段以後 你就要做品質的競爭 那品質競爭就來自於創新 所以中度所得陷阱的所謂瓶頸 基本上就是創新的瓶頸 所以沒辦法突破創新的瓶頸 沒辦法做創新 能夠就沒有辦法改變經濟發展模式 你就會停留在那裡 很多很多的國家都是一樣 到了這個地方以後就上不去 因為你沒辦法做創新 接下來我們就談創新這件事 這經濟學看創新也跟管理學不一樣 我知道 所以經濟學家很早最早做創新研究 然後講創新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的 就是熊皮特 熊皮特他的研究主要是美國的經驗 所以是美國20世紀初期這一段 從一個所得相對中度 就是他還沒有歐洲那麼富裕的國家 然後突破到變成一個最富有的國家 那就是靠創新 所以熊皮特在觀察美國的創新的過程裡面 他就寫出他的創新的理論 大家都知道就是破壞式創新 他覺得這個創新是一個經濟長期成長 唯一可以依賴的動能 我就依照他這個邏輯來探討台灣 為什麼沒辦法做類似的創新 所以創新能否成功 以企業在產業中的地位有關 這是非常重要 一個企業在這個Industry裡面 它居於什麼樣的地位 是決定這個企業能否創新 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當然後來有Michael Porter的一些理論 在講國家創新 這一塊當然屬於管院的管理學的範疇 我想可能很多同學在課堂上都有聽過 我就在這裡不討論他的觀點 他那個是不一樣的觀點 我現在講的這個是經濟學家的觀點 我覺得比較容易做討論 也可以做實證的研究 然後用來看台灣的議題 我覺得也非常適合 所以我就用他的熊皮特的理論來講 那這裡的關鍵點就是說 企業能否創新 取決於企業在這個產業中的地位 熊皮特認為只有寡占型的產業 這個裡面才比較會有可能創新 寡占型的產業裡頭的龍頭企業 就是龍頭就是前一名 兩名 三名 大概寡占很少跑到四名 五名 六名之外 就是寡占產業本來人就很少 前面的那幾名不是陪榜的 那個真正會影響那個產業動人 跟競爭態勢的那幾個龍頭產業 才會有創新的能力 因為他們的持續不斷的創新 自我毀滅 就是把自己做的東西 把自己毀掉這樣 經常我等一下會有一些例子給大家看 這些龍頭企業它的最大的特點就是說 它過一段時間以後就會把它過去所創造的東西 它把它丟掉 因為它需要有一個新一代的產品 來取代它舊的產品 好 那問題是 為什麼需要這種寡占裡面的龍頭企業 它才可能做創新呢 我們先看看這些龍頭企業的特性 第一個它規模很大 第二個它的技術領先 第三它一般有品牌 知名的品牌 這三個條件讓它會產生下面的特徵 第一個它有相當的獲利 你的經濟學講說 它有超過正常利潤的水準 就是有這個Rain 每一年的收益裡面都超過正常的報酬 而且這個報酬是非常穩定的 寡占企業的報酬就是很穩定 它有超額的報酬 而且超額的利潤 這個利潤而且是非常穩定的 所以它每年都會投入相當的金額 來做研究發展 做持續的創新 創新是它競爭的模式 因為在寡占型的產業沒有在打價格戰的 寡占型的產業打的就是品質戰 如果你在產業一個初期發展的階段 可能有價格戰 到了寡占穩定的一個stage的時候 它就不太有價格戰 它都是品質戰 偶爾有人還會打一下價格戰 大概都是很短占的一些策略性的作為 它不會有一個長期的一種趨勢 所以在這樣的企業之下 這些企業就靠創新 不斷的來突破自己 然後這些突破本身 因為打破了產業既有的格局 就可以帶動整體經濟向上的發展 所以他們有幾個特徵 第一個它有定價能力 第二個它有超額利潤 第三它可以做長期研發 這三個條件加起來 對台灣的企業來講 基本上三個都不符合 沒有定價能力 沒有超額利潤 很少做長期研發 在1990年的時候你看我們的企業 基本上大概就是這樣的態勢 所以你把它fit in 在熊皮特的model裡面 你就知道台灣是沒救 就是它的prediction 基本上就告訴你非常 熊皮特認為說 其他的企業當然我們也說 很多start up 美國這些小公司 也有偉大的創新 在熊皮特寫這個書的時候 那些還沒有那麼重要 這個是VC這件事情 大概是1960年以後才發展 確實在熊皮特的書裡面不講VC 所以這是現在 它的理論被批評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但是我覺得它的理論有它的價值 其他的企業雖然偶有創新 小型的 為止是小型企業 可是它最多是一代全網 它不能持續的 這也就是台灣中小企業創新一個典型的 一個pattern 偶爾做出一個很好的產品 賺了一筆錢持續了幾年沒有第二代 然後這個企業就從泡沫裡面消失了 就這樣 當然你會說如果有人這樣繼續不斷的做 一般接一般也可以 但是很難 你很難剛好那麼幸運 也不斷的銜接了 這裡是不是有了一個好的start up industry 可以做這樣的情況可以討論 不過在這個基本上的模型裡面 它基本上是中小企業的創新可以有貢獻 但對長期經濟發展來講不重要 好 韓國在 韓國 韓國在1990年的時候 跟台灣的發展的水準是很接近的 1990年以後韓國發展的模式 就完全遵照熊皮特爾模型所指示的 大型企業龍頭企業領導創新的模式 那他做得非常成功 那我剛剛講的這些公司基本上要大 要有品牌 但是韓國企業在那時候 而且要有定價能力 在1990年代的韓國 公司雖然很大 但是沒有品牌 也沒有定價能力 那他的在1990年以後 整個韓國發展的模式 他是所以成功 就是他在大的基礎上 取得後面那兩個優勢 他創造了品牌 而且他的品牌 不是一般低價的品牌 他的品牌是有定價能力的品牌 他成為業界的龍頭 那這些也符合熊皮特爾模型所預測的 韓國成功大家都知道 我們常常問為什麼韓國人台灣不能 對不對 那就是因為你看到三星你就嚇死了 你覺得台灣沒有任何企業可以跟它相比 我還記得我在90年初期 有一次去韓國訪問 那時候做半導體研究 然後去看三星半導體 到了漢城外面那個不知道什麼 這個工業區 我就問他說 這裡有幾家公司在這裡 他說我們就是三星 這全部都是我們家的 那對照於那時候足科裡面 我們那時候來看那個足科的半導體 還沒有很大的聚落 但那個聚落裡面也有很多公司 台積電只是其中的一家 所以那個對比是非常非常強烈 所以三星在 韓國在1980年代的代工廠 像三星LG現在 在1990年以後都轉型為國際品牌 取得一定的價格定價能力有超額利潤 可以持續的進行創新 這三家公司現在 三星LG跟現代的品牌 都排名在全球百大之內 台灣也曾經有一度想要追求品牌 我們那時候在做一些經濟部的計畫 也有一個品牌台灣計畫 那時候我們就說 要創造一家百名的品牌 在幾年之內 我們成功了 台灣曾經有一家公司 是列名全球百大品牌 那個就是HTC 但98名 但是只持續了一年 第二年就被超越了 所以品牌 並不是說你進了那邊就可以 卡住那個位置 你這個產品做得不好 市場銷售不好 那品牌的駕駛馬上就掉下來 所以HTC也只能算是一代全王 所以顯然台灣中華器 要複製韓國模式 是有相當大的困難 所以我們就說 它可能是台灣陷入所得 中路所得陷阱的一個原因 這個三星的個案 我想念管理的朋友們 三星的個案是必讀的 三星如何從一個沒有品牌 或者是一個low-end的品牌 變成一個全球知名品牌 這一段的過程跟歷史是 大家都要研修 而且做品牌的人 一定要好好研究的 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過程 這裡面當然是三星 大家都知道領導人 這是三星的網站 我就從他網站直接copy 你如果不是像台灣這樣了解三星的人 你不會覺得這是個韓國公司 這絕對是一個全球化西方的頂尖的 所有用的文字圖像 都是一位西方的image 它的廣告裡面從來沒有韓國人出現 所以就是塑造一個完全國際性的image 可是這個是表面 最重要的當然是它有什麼能力 這是三星的品牌價值 我剛剛講台灣的品牌從來沒有進入 從未只有HTC之外 只有從來沒有人在進入百年 韓國的品牌價值 2010年就已經達到195億美元 這一年我如果記得沒錯 它應該已經超越Sony了 當初李建西在建這個品牌的時候 找了一個Marketing Manager 然後就跟他講說我給你10億美元 五年之內讓我的品牌價值超過Sony 他真的做到了 韓國人我們常常講說 我們台灣因為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裡面 跟韓國是亦敵亦友 我們什麼東西都競爭 每年都比我們以前在做經濟研究的時候 每年都跟韓國比數據 今年的出口成長多少 經濟成長率多少 失業率多少 Inflation多少 每年都有多少產品世界第一名 每年都有做這樣的比賽 韓國人在大概2000人以後 就很少跟台灣比賽了 走過90年這一段時間之後 韓國人就沒有再理我們了 因為我們跟他的模式已經不一樣 他目標的競爭對手都是西方的大企業 像三星從一開始做品牌 就下定他的目標就是要超越Sony 現代的目標就是要超越Toyota 但他今天還沒有走到 他們就是這樣的做 你看品牌價值195億230億 到2021年他的品牌價值是746億美元 全球已經到達第五名了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這個絕對不是我們想像說砸錢 絕對不是砸錢就可以做出來 你那個廣告費一打出來 那個多少錢你本來就非常巨大 已經是台灣企業無法負擔了 更重要的是說你到底達到什麼效果 對不對 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Branding這個不是 因為我做過那個計畫 還知道那個Branding的困難度 我還記得有清楚有一年 我在做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就去看故宮 故宮在展覽 裡面的那個什麼螢幕 LCD螢幕都是三星提供的 免費 他contribute 我就跑去跟政府講 我說我們的故宮怎麼可以放三星的產品 他說他免費提供 就這樣 金馬獎我也記得有一年 就是全部的三星東西 他的這個marketing的東西 是非常之厲害的 我們當然很多地方要學習 反正無論如何 這是一個典型的品牌廠 他做的成功呢 什麼 這是李健熙 2020年10月31號 實驗廠商剛好講說我們要做 這個記憶半導體的李健熙 來跑來台灣 請我們不要做 他說你們打不過我 我們最好不要做 這段歷史我也覺得非常非常之有趣 那李健熙確實 這是第二代的 大家都他的半導體的發展 從第一代那個創辦人 就已經有非常大的野心 那他這一代更是把三星整個提升到 一個世界級企業的這個重要的水準 我剛剛這圖片跑掉了 這是Economy在紀錄他2020年去世的時候寫了一段話 他講的就是在1995年 他開始在做那個手機的時候 那因為手機做不好 他就下令把所有做好的手機全部都燒掉 所以這個就是決心嘛 就是你要企業的目標 他很有名的發言 是召集所有幹部跟他講說 從今天開始所有東西都要改變 除了你的泰牌不要換以外 所有東西都有全部要改變 這是台灣的十大品牌 去年是ASUS 他的品牌價值是18億美金 所以剛剛講三星是577億 所以那個距離是無與倫比 我們的這個品牌公司的品牌價值 大概就一直停留在20億以下水準 就只有一年HTC曾經衝到30幾年 那就排進全球第98米 好 所以我的問題是下面這個 台灣為什麼沒辦法突破這個創新的品牌 好 所以我就講這個台灣 為什麼這個 very difficult to operate 可以用電腦嗎 可以用電腦嗎 OK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個 好 所以我接下來就是向他解釋說 台灣在創新上到底遭遇了什麼障礙 所以我說說他有三個障礙 第一個是我們缺乏市場知識 第二個是我們缺乏實現創新價值的人力 就是你雖然 第三個就是你缺乏技術整合的人力 這三個我覺得是台灣企業小 這都是因為企業小的特質 它所造成的結果 看不到市場 因為我們不做品牌 不做自己行銷 自己不接觸消費者 第二個就是說 你即使有創新 你要靠別人 把你的創新的價值提現出來 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的技術領域都非常的狹窄 所以你要做創新 往往要有跨領域的技術整合 那我們就缺乏那個 所以我舉一些例來說明這三個 這個問題產生的根源 第一個就是勸切市場知識 這個主要就是勸切品牌 我們不做消費者的行銷 你沒有直接面對消費者的機會 就是你永遠都是幫人家代工 或者只是提供 不管是因為代工 或者是提供component 提供中間財給下游的廠商 你都不需要面對消費者 你最多是做一些B2B的行銷 所以你看不見你的客戶在哪裡 可以嗎 所以沒有行銷經驗跟能力 看不見事情 不知道創新什麼 台灣企業的長處在工廠 工廠思維主導企業的經營 那以這次我覺得台灣的 這是我們的長處 這是工廠是我們覺得最舒服的地方 工廠是台灣的企業花最多心事的地方 工廠也是台灣的老闆一般出身的地方 過去有黑手老闆 後來高科技產業裡面的工廠 對老闆也都是工廠出身 大部分的台灣企業 除了少數例外 老闆都是工程師 都是工廠出身 都是把工廠做得最好的人 所以我說我們台灣人的精神 也就是一個工程師的精神 把什麼事情就是 就是注意到細節 把所有的東西做到最好按時交貨品質 沒有出任何問題 客戶如果需要能夠做調整 可以用最快的速度來做調整 這個就是工廠的專長 但是這個工廠的專長 他在做創新的時候 你就把他那個創新的重點 都放在那個工廠裡面 工廠裡面能夠做的創新其實不多了 或者說其實有創新非常辛苦的創新 它的價值也非常有限 這就是我們的困境 你可以創新你的製成改良 你的東西做得更好 品質做得更佳 你不一定能夠賣更好的價錢 這是我們最困難最困難的地方 因為我們都幫你要代工幫你要生產 當你的成本降下來的時候 客戶就是給你幾%的利潤 我們的客戶也都非常清楚的 知道你的成本是多少 這是我們這些了不厲害的客戶 那你說既然我做全世界最好的產品 只有我能夠做出這個價格 為什麼沒有能力給你漲價 問題是很多人可以做 在台灣裡面就競爭的要死 就像我們今天講台積電能不能給蘋果漲價 這是很大一種考驗 你如果有人力給蘋果漲價 那就表示你無可取代 如果你沒有人力漲價 那表示你還是有競爭的空間 我們的問題就是這樣 即便你一旦做得好你的價格就降了 所以你把東西做得好把品質改良成本下降 唯一的好處就是把台灣以外的競爭者 全部都排除了 可是你沒有賺到錢 所以企業界說台灣人走過的地方寸草不生 沒有利潤 沒有利潤當然是把別人都排除了 這是你不要忽視這個貢獻 這個貢獻是很大 這是貢獻到最後我們為什麼能夠走出來 這個貢獻也是很大 因為除我們之外已經沒別人了 但是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看到就是說做得要死 但是錢沒有賺到 這種工廠的思維就是看不見市場 就只能幫忙人家解決問題吧 那誰在出問題呢 就是你的客戶 客戶說這個東西可不可以做成這樣 台灣的工廠就會用盡各種辦法 很可能就幫他做出來 我們是解題高手 我們從小念書就是解題高手 對吧 我們從念書不得天天老師叫我們解這個解納 可是我們從來不出題目 出題目的人才是高手 台灣的企業從來不會出題目 都是幫人家解題目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非常辛苦 雖然有很多可能技術上的成就 但是你沒有辦法賺不到錢 這個就是缺乏市場知識 我有一個小故事就是 有一次我在大陸做訪談 所以有一家台灣的廠商在大陸做品牌行銷 應該是做Monitor 我記得沒有錯 我去的時候剛好所有台幹都不在 所以就找到一個路幹 這路幹就跟我聊了一兩個小時 整堂都在抱怨他的老闆 但是他給我很大的震撼 他說你們台灣人你們這些老闆 就只知道車間 車間就大陸講工廠 車間 只知道車間 不知道什麼叫市場 他說用車間去領導市場 就是屁股領導腦袋 一塌糊塗 這是他的結論 我聽了很有感 他講了很多實力給我聽 說老闆是怎麼樣怎麼樣的 不重視 他是做行銷的 他是在大陸搞客戶 做產品推廣做行銷 他就說我們 我們收集回來這些重要的資訊 從來不被重視 如果要被重視 老闆也都先問說 要做你這個需要多少錢 要花多少錢才能做出來 他說這個就是車間思維 不應該問這個東西要花多少錢 你要問我這個東西可以賣多少錢 對不對 你可以創造多少新的客戶 可以產生多少價值 但是我是非常非常同意他的想法 因為我碰到老闆就是這樣 所以他說做不出好東西 絕對不會有這種突破性的產品 在市場上可以創造一個很大的波浪 好 這是第一個最大的問題 你看不到市場 所以你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知道創新什麼東西 就在工廠裡面一直打轉這樣 第二個問題就是 缺乏實現創新價值的能力 可能有創新 覺得這個東西有用 做出來了 可是你沒有能力把它實現 因為你沒有產品 你沒有通路 你沒有辦法把你這個創新的東西 放到你的產品 就讓它實現 讓消費者買單 因為我們可能是中間採供應商 或者是代工商 都一樣 同樣的問題 所以在管理學這裡面 文憲很多 就是創新的人 不一定是獲利最多的人 一個產品被創造出來 那個inventor 不一定是最大的beneficiary 而是那個在這個invention裡面 去創造一個complementary asset 就是做一個附加價值 讓這個價值可以提升的 這個人賺最多 就很多這樣的個案 所以台灣人為 所以就是互補性資產 台廠為人做價 創新但獲利有限 做了鑰匙有創新 可是你拿到了可能非常有限 當你沒有賺很多錢 沒有持續的在賺錢的時候 你就不可能持續研發 那你就不可能持續創新 所以創新 這個Peter Drucker講得很清楚 創新不是偶爾加奏 天花奇想 忽然有一個很好的good idea 然後somehow你做一個creation 他說這個不是創新 對不對 創新你就是每天往前走 每天在解決問題 這個才叫innovation 所以他必須要持續的實行 才能夠產生好的結果 我這幾個iPad的例子 我這個也非常深刻 iPad是20 2010 這個paper是2010寫的paper 所以大概around that time 就是Apple created一個產品 叫做iPad 那時候我在做一些 就是前夜的訪問 結果台灣廠商講說 Apple這個東西沒什麼了不起 我們早就會做這個 我們做MP3 我們已經做好多年了 對不對 怎樣可惜式的音樂 放到一個小的 台灣還設計很多MP3相關的chips 在大陸裡面去推廣MP3的市場 也闖出一片天了 他說這個東西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很早去做 而且我們也有很多 這個好的chip的產品創新 為什麼你做不出iPad 他明明就是MP3的一個翻版而已 他最多做了一些音樂 放在裡面你可以選 後來就變成一個雲端 可以select 他就是一個軟硬的結合 他做了一些軟體中間的搭配 所以讓這個產品變成非常popular 對不對 可是我們做工廠的人 做那個硬體產品的人 就不會想到這個啊 對不對 MP3也不是我們發明的 所以台灣是在上面 做了很多的改良 而且把這個產品的價格降很低 讓它大流 大幅度的流行 那這個就是因為你看不到市場 好 這裡面有解釋 iPad為什麼會很popular 我就不講了 2022年蘋果宣布 不再生存iPad 可是World Street Journal他寫了一篇記文 他說我們有很多理由 讓他繼續活下去 這個產品不應該不要 可是蘋果就決定這個 為什麼要把它砍掉呢 因為所有東西都在iPhone裡面啊 為什麼還需要這個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這個不會再創造extra的價值 這個東西如果還有加 參與價值的話 就讓他這個整個 放在那個iPhone的系統中間 你就有所有的音樂 都可以在上面聽 那不是嗎 所以不需要有一個 像這樣的東西可以帶著走嗎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企業一個產業的領導者 他不斷的在砍自己啊 不斷的把自己的東西拿掉 做一個破壞性的創新 逼你要買iPhone手機嘛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他的 他的價值創造 不斷的 這個創造過程裡面 就一定有破壞 有時候要自己砍自己了 好第三個障礙是 創新的這個技術整合 我這裡面也 台灣的廠商就是小 所以技術很專精 在一個小的領域裡面 他們非常努力 把這個技術做到最好 在這個領域裡面 也可能有創新 可是因為你的領域太窄 你沒有辦法做integration 那一般的創新都有做跨域領域的 技術的整合 那個創新的value才會高 那這個我們的機會就少 所以我這裡舉了一個PC的例子 我覺得是非常貼切 也是應該大家都可以有體會的 就是像我們的PC 他的生產方式叫做一個 模組化的生產方式 在這個模組化的生產方式裡面 那每一個廠商 就是抓模組化裡面的一塊 對不對 所以你是做這個 做這個keyboard 你是做monitoring 做monoboard 然後做其他的滑鼠的 每一個人都找一塊他自己的專長去做 然後最後透過這個architecture 就把它整合成一台PC 在這種技術的水準下 台灣的廠商發揮得非常好 它就是個螞蟻熊兵 然後每一個人在自己的領域裡面 做一個專精 技術門檻很低 容易進去 但是進去以後 你就讓它做得最棒 讓全世界人都沒有辦法跟你競爭 那才把這個產品再整合起來 變成所謂PC 可能都可以有創新 但是你的技術整合能力相對都比較低 那這裡就是EPC 這是華碩所做 我覺得在台灣的Innovation裡面 我常常被問一個問題 或者外國人有時候問 台灣有什麼了不起的創新 對世界產業有貢獻的 講不出來 對不對 珍珠奶茶 這是有時候我們常常問自己的問題吧 但是我覺得EPC這是華碩創的 小筆電 我覺得這個是了不起創新 這應該可以大聲的講 這是台灣對世界重要的貢獻 為什麼這個重要 就是說小筆電這件事情是怎麼來的 小筆電就是 因為有這個數位落差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那些窮國家 非洲 拉丁美洲 很多窮國家 要買一個一台1000塊美元的PC 很困難嘛 對吧 雖然台灣已經把PC的價格做到 讓全世界的消費者 已經能夠夠普及了對不對 但是那些窮國家還是買不起嘛 所以聯合國很早很早就有一種 這種就是PC for這些所謂 poop people的計畫 希望把這個PC的價格能夠降到100美元 那他們也結合了很多工藝團體 還有MIT這些大學 來做這個設計跟計畫 從來沒有成功 這是華碩把它做出來300美元 雖然離100美元還有一些差距 不過是全世界第一個 可以把PC做到300塊美金 所以說 那應該已經非常有助於 這個PC的普及了 這個產品做出來了之後 立刻就熱銷 這當初如果大家還記得 它是2006還是07出現的 剛好在2008年 台灣的 在這個整個全球金融風暴裡面 我們的產業沒有打下去 這個小PC是非常非常大的貢獻 也因為這個小PC讓台灣的筆電的 全球品牌的排名 串升到第二名 受益最大的不是華碩 是紅機 所以紅機拿了這個類似的設計 這個創新的過程其實很有趣 這華碩想要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Intel是不支持的 Microsoft也是不支持的 因為你要做一個東西 它把它變很便宜 跟它的business model是相反的 我希望把我的東西賣價錢高 怎麼有人倒著做 要把這個功能減退 然後讓這個產品可以做的比較便宜 所以這兩個都不support 所以它用了一個那個 我已經忘了一顆 用了一顆那個CPU 不知道誰我已經忘了 反正不是Intel的CPU 然後用那個 用那個那個Lindex 就是開放那個軟體的 operation system 來drive它的PC 可是它一賣這熱銷 所以這個Intel只好 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專用的這個CPU 給它用 那Microsoft就 就把它的那個XP 好像是好像是 就是它的這個Windows XP 用比較廉價的價格 讓它能夠掛載上去 好 所以這個是台灣 我覺得很偉大的發明 可是這個小PC生存的時間 大概只有3年到4年 2011年蘋果做了這個iPad以後 小PC就一落千丈 這個東西的概念跟小PC很類似 這是一個小型的電腦 小PC要華碩想要做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這個可以很輕很便宜 然後帶著走 可是它還是PC 所以你還是要手寫筆 你還有鍵盤 所以東西沒有辦法很輕 雖然已經輕了 但是不會很輕 它只是比較適合來上網 對不對 可是它並沒有真正達到一個 像iPad這樣 可以放在口袋裡面 或者是簡單拿著手上 可以來使用 概念上是完全一樣的 但是蘋果的東西出來以後 小PC就完全沒有人買了 你要上網用這個 它比你好用多了 對不對 所以我在檢討說 為什麼你同樣的創新 我們是第一個做出來 可是為什麼你 人家一做出很類似的東西以後 你就完全失敗了 因為我們再怎麼努力創新 你還是在Intel跟Windows架構下 在Wintel架構之下 你的軟體硬體 你都受制於這兩個供應廠 你沒辦法做改變 所以你雖然做了很大的創造的人力 你基本上還是受制於這兩個軟硬體的 核心的系統 所以你沒辦法做非常極大的突破 蘋果為什麼可以突破 因為它所有東西都自己的 它的硬體跟軟體都可以自己做 所以它不需要受到Intel跟Windows的牽制 那你問一下問說 那為什麼華碩不脫離 既然賣的這麼好 為什麼不脫離那個Intel跟Windows的牽掛 自己走一條路 因為你沒有他們兩個的資源 你的東西沒有辦法做這麼便宜 就是整個系統 在一個Module的系統之下 因為有這兩個主力軟硬體的資源 所以你這個創新才有辦法把那個 產品維持在你要的水準上 所以創新的人 洪基因為這個創新 它的品牌提升到全球第二名 也因為這個差一點公司垮掉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時候 施政農威的這個事情講 2020年伊領月後洪新回來公司做改造 我的好朋友這個王政堂董事長 因此就辭職下台了 所以這個創新你如果創新不一定就能夠 讓公司就是走上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地位 你可能會變成一個沒有成功的創新 就讓你可能變成先烈了 好 這是HTC 我這裡也想要給大家講的 就另外一個事情就是也是一樣HTC 全世界最早做smartphone的人是HTC 不是Apple 2002年我們就做了 我還記得非常深刻 那時候它是HTC是一個代工廠 它是在幫這個Windows開發 用它的operation system來做一個smartphone 做出來了 而且在市場上賣 我還記得有一年在智庫裡面工作 有一個歐洲來的學者 掏出一台手機出來 聽說這是你們台灣做的 我說這是HTC 這是我們的公司 確實 非常驕傲 有個歐洲人這樣 那個是 可是這個整個後來的發展 就是HTC當然因此風光一時 但是它就是無法持續 2007年 iPhone出來以後 HTC的這個市場 就一落千丈 好 所以最後一段 要跟大家分享 當然就是說 那我們怎麼樣突破 這個我剛剛講的這個 三個障礙 所以走到今天這樣的地步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聽說聽好聽好聽好人 就是因為我們也就只會這樣 那我們在這個崗位上 我們就拼命做 為了生存 就拼命做我們能做的 做了30年以後 居然也有些突破 這是我唯一能夠解釋的 所以我們現在蹲在一個很小的點上 這個施政榮講的一個 微笑曲線的最低點 可是因為大家都離開了這個地方 大家都不想要蹲在那個微笑曲線的最低點 大家都走了 到最後以後大家發現說 那怎麼只剩下台灣人在這裡 要做這個東西還要非靠他們不可呢 這價錢就提高了 那不只是半導體 這其他的領域 所以我後面就把整個故事講一下 首先我們看到了這個台灣的重要企業 是我們剛剛講那個三個瓶頸 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們在這整個突破 中度鎖頭陷阱的過程裡面 第一個就是要把自己變大 這是我們做學問的人 也原來不太能接受的 就是覺得中小企業就是台灣的特徵 對不對 這個中小企業很棒啊 就每一個人 你如果想要創業一點點小錢 就可以進入 然後我們這個市場又非常開放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創業機會 然後有自己一片天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覺得那個model 是全世界最好model 雖然我們羨慕韓國三星品牌價值 什麼這麼高 但是看看韓國人大學生畢業的時候 為了要考進三星 必須要補習好多年啊 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補再考啊 對不對 因為你有沒有進三星 對你的人生影響很大 這樣的日子我們也不太想過 對不對 那所以台灣這個model 還是很好的model 所以不想放棄這個中小企業 但是事實就是從1990年開始 台灣的企業規模 不管是在哪一個領域的 都是不斷的變大 那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就越來越小 那這個其實是比較合乎 一先進國家這個市場的樣態了 所以它第一個就是由中小企業變大 那規模變大像紅孩這樣 本來是一個小小的做這個 做這個塑膠模具的公司 變成全世界最大的製造業 而且規模變大 那當然中國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很大的貢獻 那有的產業就自創品牌 就是我們剛剛談的像華碩紅機啊 但是就沒有任何一家能夠做出 像三星這樣的水準 所以這個品牌雖然有一部分成功 但是它並沒有翻轉台灣的產業 這是我們很重要的 就是台灣的這個整個轉變的過程裡面 這個品牌的貢獻還是有限 所以我們的大企業為能做價降低成本 生產規模龐大但是毛利很低 品牌廠的話因為品牌能力不足 雖然有一些創新價值有限 不能說它沒有貢獻是有貢獻 但是對台灣要整個翻轉一個 從一個中度所得變成一個高所得 它能夠做的 它做的貢獻仍然有限 所以這是我們為什麼在2000 在2009年間似乎陷入了一個 中度所得陷阱 好企業很努力研發發生 發明了很多專利 但是這個專利的市場價值可能不高 有一些創新如果威脅到龍頭廠 市場可能就被封鎖 這是寡占型競爭裡面的常態 所以有時候我們有一些 了不起的創新 像以前威盛也做CPU 對不對 但是你市場還沒有出來 就已經被Intel告到 沒有辦法賣東西了 就是這樣 所以你可能因為面對龍頭 廠商的一些封鎖 所以讓我們的這個企業 沒辦法突破 政府也突入很大的經費做研發 對廠商確實也有些幫助 但是對這個整體的格局 並沒有辦法做突破 2000年到2010年產業西進 中國崛起 讓台灣感覺上好像 這個最光輝的時代就已經過去了 所以這一段時間也是 所以這是台灣經濟穩定成長 人均所得到2021年才能夠突破 3000美元的北京 好在講下面台灣創新的模式之前 我先看門一下 因為之前老師們有收集一些問題 但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2000年之後的這個網路崛起 就是有一個說法說台灣 為什麼在2000年之後 會非常困難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沒有趕上網路的列車 就是當網路成為 就是驅動經濟發展 至少從2000年到2010年 或者說一直到20 都有可能到今天 有些國家到今天像中國大陸 網路企業仍然是驅動經濟發展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引擎 然後有人問說 有人解釋說 台灣為什麼這段時間非常困難 因為沒有趕上網路的列車 那他們舉出來的一個例子就是 我覺得是很明確的例子 就是說你如果看網路企業 全世界的網路企業 有所謂獨角獸這件事 就是一個startup company 然後它的為上市前的公司價值 超過10億美元 這些startup 這些獨角獸所謂英零孔 大部分都是網路企業 像Facebook 像Google 像阿里巴巴 騰訊 全部都是網路企業 這些也都是2000年之後 才發展成功上市的公司 台灣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沒有創造出任何一隻獨角獸 一直到最近有一隻獨角獸 在日本上市 叫APIR 做AI的廣告 所以有一個論述就是說 你miss掉這一波產業的浪潮 你沒有趕上火車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做 就是失去了這段時間 20年的產業創新的動能 對這個說法我是有一半贊同 我一半不贊同 贊同的是台灣確實 沒有利用網路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創新的浪潮 來創造一波新的企業動能 一個一個產業的動能 但是如果說台灣的企業 因為像那個馬雲講的 對不對 就是馬雲因為他很成功 所以他每次在台灣演講都很 都很臭屁 有一次我還記得我們請他來演講 他站在台上 那個Morris Jones坐在下面 他就說年紀這麼大還在創新 我覺得很辛苦 這樣這個人實在是 然後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他那時候是人在雲端 所以就有點囂張 那他就說這個 可是他講的很多話很有道理 這個人就是這麼厲害 就是所有的創業都靠一張嘴 那個嘴巴覺得是全世界最厲害 但是他有講的 講的東西不要以人費眼 他講的很多東西是有道理的 他說一個失敗的企業 為什麼會失敗 因為他看不見新的時代的到來 他看不起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 或者他 第一個是先看不見 第二個就是看不起 第三個他就追不上 就是舊企業常常會有這個毛病 第一個你沒看到 就像IBM沒有看到那個PC時代的到來一樣 等你看到的時候你就看不起他 你覺得這個東西沒什麼 不可能挑戰到你的地位 等到你realize說他造成你的威脅的時候 你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他的這個失敗三部曲 那我也曾經說用這個失敗三部曲去看台灣的產業 為什麼沒有看到網路崛起的浪潮 答案是台灣的企業完全看到產業崛起的浪潮 我們回去那時候查 那時候經濟部在做的什麼 叫做網 叫什麼名字我已經忘記了 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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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ly Chain 電子Supply Chain ABC計畫 好像是類似這樣 結果說那還不到2000年喔 1990年代的時候我們工業局就在做這個計畫 讓企業用網路連起來 讓Supply Chain用網路可以做connection 所以他們可以交換資訊 讓這個生產可以更為有效力 不只把台灣的產業串連喔 我們跟我們的主要客戶 像IBM這樣也串連 AABG 到了C計畫的時候 這個網路還跟我們的銀行串連 所以銀行可以根據你的生產動態 來做一些金融資源或者貸款或者查帳 一些monitoring 台灣是很有前瞻性的 不只企業跟政府都非常有佛賽 馬雲說我們看不見這個時事的到來 完全是誤解錯誤 所以問題不是我們看不見 而是我們利用不上 所以我就說那為什麼利用不上呢 因為我在講說我的理論是說 網路企業是崛起的時候 你如果看美國的網路企業泡沫前面這段時間 就是還沒有到2001年的bubble的時代 美國的企業在幹嘛 每一個人都在做網路創新 每一個人都相信他現有的所有business model 都可以用網路把它突破 Amazon開始賣書 他就說這個書店不需要 我就網路賣就好了 我一定會打敗你對不對 到今天也差不多全部被Amazon 也不一定被他打敗 反正書店都全部消失了 確實這樣 那在所有其他領域也都是一樣 很多其他的application都是在去挑戰既有的這個商業營運的模式 尤其在service這個領域裡面 用網路來取代 一些physical的一些services對不對 這些挑戰東西都是顛覆性的 都是要把既有的這個企業幹掉的那種造反的 像馬雲也是造反的嘛 這種是天生反骨 但是台灣是最不崇尚這種文化 從小我們就被抓乖對不對 遵守規則 而且我們在國際企業的經營 也從來都follow the rule 對不對 把事情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不會有那種去挑戰 這個寄存企業造反的這種 這種東西在台灣的文化裡面 本來就不是那麼強硬的一種文化 所以我是這樣解釋說我們為什麼在網路 唯一的例外就是PC Home 對不對他有來演講嘛 大家應該有聽過 他也是造反派的 那大概就是不一句這樣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講一下 我們在實際上創新裡面的一些作為 我覺得我們雖然有很多創新的困難 但是我們用來突破他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共同創新 這個共同創新跟那個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跟某一個夥伴 從這個產品一開始發想的階段 就開始在做創新 而不是那個人他想要做什麼東西 已經都設計好了 然後他拿給你做 不是這樣 而是一開始在做這個全新產品的時候 他就已經找上你了 為什麼我們有這個機會 因為我們蹲在那個製造的領域 蹲久了之後 我們對那個整個製造的技術 各方面的理解 夠深入 然後有一些品牌廠就會發現說 找這個人最好 這個人可能最有能力 所以這種就會創造出一些很高的價值 雖然你在因為你一開始 他是建立在一個夥伴的關係上 而且這個創新 要創新什麼東西 你的夥伴會告訴你 他知道他要做什麼產品 他只是需要這個技術 需要這種特別功能或者某種方式 他叫你做這樣 這樣就把我們那個看不見市場 那個盲點他給解開了 於是我們就可以做出一個 有相當價值的創新 這是我覺得台灣在這個 後來創新突破裡面 當然很簡單 你可以用TSMC的例子 跟蘋果 蘋果在他新一代手機裡面 因為要植物什麼功能 他就叫台積電去做 對不對 他必須要來control台積電說 你可以做 台積電你可以告訴他說 我有什麼什麼什麼新的製程 可以幫你實現怎麼樣新的這些功能 於是這樣的合作就變成一個平行 最重要的是他在產品 一開始創新的過程裡面就做 所以我就說這個是像iPhone的例子 像iPhone當然當初2007年創新的時候 也不只是只有紅海 對不對 紅海當然在他整個生產過程裡面 幫了他很多的忙 整個把他的工程裡面 產成你們的layout 在那個產品還沒有開始生產前 都已經做過測試 全部都已經vade了以後 他那個產品出來以後 才進來 但那個產品設計本身 也有很多創新大家都知道 這個iPhone為什麼 有一個顛覆性的效果 當然是因為觸控 對不對 你如果還是舊的用一支筆 或者是用什麼 不按鍵盤的話 不可能有iPhone 所以smartphone 所以會 除了那個operation system是 不一樣之外 但是最重要 我剛剛也給大家看HTC 跟蘋果的差別 一個是觸控一個是按鍵 那個兩個是最大的差異 蘋果也不會做觸控 對不對 那這是台灣的陳宏幫他做出來的 這家公司原來在做什麼呢 他本來在做那些什麼銀行的 那個ATM的螢幕 ATM的螢幕不是也是觸控嗎 只是說他那個觸控的技術是舊的技術 對不對 我們還是點 有時候用很大力點 那他才會反應 對不對 那蘋果不可能容許你這樣的觸控 他一定要非常smooth 對不對 那可是你會做舊的東西 總是你研發新的東西比較有力 你知道那個舊的怎麼upgrade 那現在你要有一個新的 比較smooth 然後反應非常靈敏的一個功能 你知道怎麼做 他有最大的position 那個老闆那時候剛好事業非常辛苦 在走路江湖裡面走路的時候 剛好蘋果早上 花兩年的時間把觸控做出來 所以他今天還是蘋果重要的供應商 雖然蘋果一直想要把它甩掉 但是沒有辦法把它甩掉 這個是傑安特 我也覺得在台灣的品牌廠裡面 他雖然不是第一名 但是我覺得他是做最成功的台灣品牌 最完整的品牌 所有的品牌應該具有的這些特性跟功能 傑安特都有 我也是跟經營部的朋友談說 應該多給他一點credit 這是台灣的典範 經營部說確實我們也非常尊敬 可是他的價值真的不高 價值不高是因為腳踏車 本來就不可能賣像汽車那麼多錢 我曾經拿他的品牌價值來跟Toyota相比 好像是1比500 但是他的腳踏車一部的價錢 跟Toyota的一部車的價錢比也是1比500 如果這樣子 他就是腳踏車裡面的Toyota不是嗎 這個傑安特他一直勵志想要做 他就要做自行車中的豐田 可是他絕對有非常高價值 因為既然做到了這樣的水準 所以這次應該是 這個是在講到最近的電動腳踏車 這個因為在歐洲最近都流行這個綠色風 所以大家都 這個腳踏車都是至少5000歐元起跳 那他這個是跟日本的三頁一起合作設計 三頁就幫他做那個gear box 就是動力的那一塊部分 好第二個 剛剛講是共同嘛 那共同就是因為你有unique technology 於是有人來找你 那那個人因為他知道他要做什麼產品 所以你做這個研發你已經沒有市場風險了 除非你失敗 你如果做不出來那變態 但你如果做出來他會拿去用他幫你賣 所以你不必擔心你沒有辦法實現你的價值 這個對台灣來講就是 台灣的廠商來講是非常補的 對不對 雖然我其實我自己掏錢我就做 對不對 因為沒有市場的風險 你知道蘋果他一定會出的 除非我自己做不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花個幾十億來做這個研發 將來我知道那個客戶是確定的 那個誘因非常大 而且風險非常低 你如果做不出來是因為能力不足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對台灣的創新突破很大 第二個就是功能性 功能性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產品在功能上面創新 然後讓客戶拿那個技術以後 他把它放到他的產品上 那因為這個功能的應用 他一定有多元的 或者很滿確定的市場的取向 所以你就比較容易做 而且你最重要最重要的功能性的創新 是你做出來的創新可以給很多人用 因為他有一般性 那就是會演示英雄 他有人就會用 你不用我去找別人用 所以這樣他就把那個風險往下降 換句話說這是一個V2V營運模式 就是裡面一個很好的創新的模式 我不是針對 我不是創新的一個東西以後 然後到處去賣 我知道這個東西如果做出來 很多人都可以用 那我做出來以後 我就去找潛在的客戶 這個最成功的就是台灣的機能部 就是我們的紡織業在90年以後 就開始慢慢衰退 到今天為止大概所有的成衣 都已經從台灣消失了 但是我們的布 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生產工 這個最重要的就是機能部 當然這個機能部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工程師厲害的地方 他是一個engineer的工作 比方說有人告訴你 希望做一個布可以吸水 可以吸汗 可以防臭 可以透風 這些都是運動裡面非常需要的功能 怎麼樣在你的織布的過程裡面 把這個 function 把這個機能放進去 他必須在這個纖維 各種纖維裡面 去做怎麼樣的處理跟執照 這一塊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例子 就像台灣的幾家大的機能部的廠 他們的產品都賣給全世界知名的 這些sportswear的公司 這讓我們這個產業 雖然它沒有品牌 但是你也可以說它有品牌 就像那個intel inside一樣 所以這裡有一個天下雜誌的報導 就是說台灣雖然沒有辦法打入世界盃足球賽 但是球員們都在穿我們的衣服 那就是因為台灣的這個機能部 那你確實看不到我們的品牌 這些可能掛的都是這個 sportswear一些著名的品牌 那這裡面當然也不能不提到聯發科 聯發科的這個成功的模式 也就是提供機能 就是我有一個chip 然後可以幫助你做手機 或者我現在可以它做這個汽車 或者其他的一些control的優點 所以它都是在這裡面不斷的提升我自己的功能 讓這個功能可以被你的客戶可以用到 好 這是mediatek 最近的非常紅 這應該是天積九千 好 最後也談一點就是隱形冠軍 這個有點像B2B的品牌 它基本上是比較在component這塊的創業家 隱形冠軍的概念當然是德國人提出來的 德國的產業裡面有一批中小或者中大型的企業 他們把它稱為隱形冠軍 就是一般的消費者並不認識他們 看不到他的品牌 可是在你的日常生活裡面用的東西 或者工業產品裡面一定有他們的東西存在在裡面 更重要重要的這些公司都存在了非常久 百年氣味一大堆 它是一個長壽型的企業 它有幾個特徵 企業非常長壽 第二個企業老闆他們都是工程師 第三個就是說這個企業有非常國際化的經營 它是跨國經營 它絕對不是完全只賣給國內的這個品牌廠 第四這個企業非常專業 它很少跨到別的領域多角化 只是他們最討厭多角化 他們就是講究專精做本業 但是把本業這些東西不斷擴大它應用的範圍 還是做本業 但是這個本業的應用 你要去找新的application field 這也是熊比特裡面創新的一種模式 就是找到新市場 這些條件都符合台灣的中小企業的特性 老闆是工程師 注重本業 不要做一些你不會做的 這常常台灣的老闆告訴我們 然後專精國際化經營 這我們都有啊 所以我們應該很適合 也應該會發展出這些隱形冠軍 但是它的定義當然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 全球領導廠商 它的能夠要回到熊比特原來 那個模型裡面你是產業龍頭 可是它唯一的差別就是沒有品牌 然後也沒有規模不一定很巨大 但是它仍然是在這個領域裡面的產業龍頭 所以我們是在最近我覺得 這一類型的企業也不斷的出現 好 這是Hidden Champions這個書 給大家看一下 台灣的隱形冠軍 第一個我們要談的當然就是台達電 這剛剛幾位在談這個鄭崇華董事長 所以我們這個講座也是正先捐贈 台達電絕對是百分之一百 呵護德國人所定義的引擎冠軍 它現在在這個Power這一塊 尤其是電子的Power Electronic Power的Control 或者現在電動車的PowerControl 這些世界第一沒有話講 技術跟它的市場的規模 都是世界第一 這公司也存在很久 這公司也從來沒有多講話 全部到今天為止還是做Power 最早的時候做那個電腦的Power Supply 很簡單的Switching Power Supply 一直到今天把這個Power Supply 把它延伸到手機 延伸到這個不斷電系統 然後延伸到電動車的充電 或者是車裡面的這個電流的管制 全部都是Power 它並沒有偏離 但那個範圍就不斷不斷在擴大 這裡面技術不斷在精進 它現在已經有能力訂定世界的標準 在這個技術標準上 它已經有非常大的發言權 這個就是引擎冠軍 這就是台灣要的 可是你不必做很多 可能它現在是有掛品牌 對不對 這個叫Delta 可是大部分人可能也不知道 這是什麼公司 然後右邊這個是輝文就是上銀 我覺得還有一家做螺絲的三星 我覺得應該也夠格 不要小看螺絲 非常老舊的產業也沒有 現在很多螺絲放在飛機上的那種 或者鎖在汽車引擎上面的螺絲 都是很值錢的 那還有一些非常小的螺絲 小到不行 要放在那個電子的這個Gudget裡面 那個螺絲都非常非常的值錢 那都需要非常精密的技術 不是我們現在鎖在天花板那個當然 就還是那個傳統的螺絲這樣 所以這個也是這樣 就是你這個領域 台灣很多 這個我最近才發現說 台灣現在仍然是全球的螺絲王國 就經過這麼多年 我們從來沒有去關切這個 不起眼的產業 但是你如果把中國那些量產的螺絲 把它扣除的話 台灣現在仍然是全球螺絲最大的供應國 都是一些小型的企業 散佈在南部的地方比較多 那所以經過這些年的轉型 看起來我們堅守本業 然後好像也沒辦法突破熊批的 給我們那個定位的那些創新的瓶頸 但是最終呢我們還是走出來了 好我的東西沒有了 雖然還沒有30分鐘 是不是你院長我就講到這裡 看看大家有什麼指教的好不好 謝謝謝謝 非常謝謝陳天之院長精彩的分享 我們現在QA的時間邀請許伯旋 請許老師來主持 那就 是這樣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麻煩就KING在Slido中間 好不好 那個在那邊 KING在Slido 然後我就再挑一些問題 那既然我是主持人 我就自己有私心的 先問一下我想要問的問題 就是 當然也是問廠下的學生們問 就是 當然天下遠見每年都會公佈那個 碩士生日起星嘛 然後我發現今年的起星跟我二十年前的 碩士畢業的起星 竟然差不多大概四萬五附近 然後我就想問一 借這個機會問一下陳老師 就是說 當您剛剛講的所有的這些 那怎麼跟青年的薪水 已經二十年沒有漲了 這件事如何做reconcile這樣 對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我常常被問的問題 就是說 國民所得已經三萬了嘛 對不對 每人所得已經超過三萬美元 為何大學生的起星 碩士可能還不錯 有些領域有點近吧 如果大學生好像還是退了 有幾個問題可能要釐清 第一個就是說 那個時候的數目 你那個時候的大學生 或者碩士生的數目 跟現在的數目是不能相比的 現在不念碩士的學生很少 對不對 所以那個量已經大很多了 量已經大很多了 那尤其是大學的部分 所以這一部分就是說 量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你那個時候的大學的碩士生 可能都是精英 現在的碩士生其實是普通的 所以 所以它就有一點 我們常常講說 這個經濟的發展 它就會讓技術變成庸俗化 就是本來很了不起的技術 在20年前可能是一些很了不起的技術 現在變成很基本的 或者說這個技術 事實上大部分都是機器可以取代 所以人能夠得到的那個薪資 它就比較少 但是很重要很重要一點 我覺得要回答 為什麼這個薪資的架構是這樣 還是要看這一條薪資的成長線 就是說 我們除了問你畢業那一年拿多少錢之外 要問10年之後你拿多少錢 那我知道那個勞工部好像 最近都有在做這個調查 就是我們的大學生 有些大學生 他有在追蹤這些大學生 這個5年10年的一個薪資的成長 那你會看到這個領域中間的差別非常大 那所以我們當然這個只能解釋說 那個成長的邪率 在很多領域裡面是比以前的好太多了 就是以前不可能成長到那樣的水準 就當你變成一個有經驗 然後有相當貢獻的這個職場的資深人士以後 那你的薪水可能比那個企業要高住非常多 但是這個也存在在一些部分的sector 這是我必須要承認的 那比方說我以金融業為例 他就是一個service industry 不太像我們工業那樣的發展 他這個現在的起勤明顯的就比以前要低了 現在的金融業以前的金融業鐵飯碗對不對 加速少競爭沒有那麼激烈 而且進去以後還考很難嘛 而且你的工作也都一開始定位就是相當的professional 現在不是嘛 現在金融業一旦通俗化以後 進場的這些很多的大學生這些銀行 就叫你去拉客戶嘛 就是賣這個什麼財富產品之類的 那所以只有非常少數人 他可以得到那個頂尖上面的薪水 所以我覺得那個結構 可能也是一個非常重要要考慮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不要悲觀 當然因為人多了 所以你現在看平均數 那當然有一些可能不是很好的價 所以重要要看他五年四年之後 那個成長的那個協率大概是多少 然後第二個問題我覺得也很好的 就是說我想陳老師也知道 就最近 央行總裁跟經濟系的學者有一些辯駁的 就是說台灣到底有沒有失落的20年 那不過根據您剛剛的報導 就您剛剛的分析應該是沒有 那我不知道您對他們之間目前的這個debate 您的看法是什麼 這應該請黃老師的回答 這是央行的這個委員的理事 我覺得他辯論有點失焦 因為這幾位學者是在質疑說 過去央行實施這個低利率政策是不正確的 這讓台灣的經濟有陷入一些困難 那我覺得我有兩個我的看法是兩點 第一點我也覺得央行的低利率政策是不正確的 第二個我覺得台灣過去20年的困難 不能夠全部讓央行去抗折 因為我跟他講這些問題都跟央行無關 對不對 所以我們顯然有別的困難 但是我對他過去尤其從2000年網路泡沫化 就是我們在1998年的金融夢報 台灣其實是幾乎全身而退 沒有發生很大的企業倒閉的情況 但是我們的銀行界很慘 1998年之後那個銀行倒閉的情況 然後那個就是呆帳增加非常多 所以那後面有一波那個金融企業的整頓 從那之後央行就開始採取一個非常低利率 低匯率的政策 這個持續了很多年也很多證據顯示 央行在那個過程裡面他就是 當台幣要升的時候他就壓 然後台幣扁的時候他就放手不管 這些都是事實 這些都是有證據可以描述 那我覺得那個是過度謹慎 那可能也跟 是不是跟民主化政府有關 我沒有辦法判斷 所以顯然是央行過度謹慎 因為要推出口 因為在整個經濟成長發生困難之後 總覺得那個出口是最可以依賴的力量 出口就靠匯率嘛 所以匯率壓低 那也很多人會給央行壓力 這個我們也必須同情央行 我曾經在一次的會議 我還記得 這麼每年跟這個企業界 都有一些定期的溝通嘛 那我們的彭總裁 有一個企業界大佬 我就不是要不要講他 很大的大佬 連總統都不敢得罪那種大佬 就跟總裁講說現在匯率太高了 他要希望總裁能夠降 能夠讓台幣能夠貶一些 我們總裁不為所動 所以我是很佩服 這一點我是非常佩服他 要我頂不住 他說我們有全體的考慮 這匯率不能夠這樣做 所以也不能 有一部分當然又是國際環境 但是我整體而講 我覺得我是不喜歡低利率政策 我覺得台灣不需要低到這樣 這當然也許等一下 黃老師可以有不同的 那個應該跟你有關的後面的政策 大概是這樣 好 然後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也是蠻 彭香薇問的 我覺得也蠻貼切目前的狀況 就是大家都會擔心 就是台積電這一波擴產 然後目前台灣的經濟都是靠台積電 然後如果您覺得這樣會不會過分集中 然後如果您覺得有下一個護國神山 會是什麼產業 這是大問題 台積電繼續擴張是有必要的 但是他不可能如果按照現在的趨勢 無限度的擴張 也就是說他要企圖利用台灣這塊基地 來供應現在全球對他的需求 我覺得是做不到的 現在昨天我們有一個研討會 有人報告一個數字說 現在電機系畢業的同學 百分之五十去了台積電 我不知道這個數字是從何而來 但想像應該是有可能的 那他就問說如果八十都去台積電 這樣對台灣好嗎 我覺得一定是不好的 因為其他的企業都沒有機會了 不是嗎 所以我們的資源絕對 以現在這樣的趨勢 他勢必要分散 要用一些外國的資源來支持他的生產 所以這是我覺得他 因為沒辦法 沒有辦法sustain 不要講其他資源 就講人就好 或講電機系的同學就好 就我不可能創造出那麼多半導體學院 然後有多少學生給他們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富國神山會希望是誰 我覺得應該會發生在電子以外的產業 如果是在電子裡面的產業 不應該講第二座 因為他們都連接在一起 所以我是希望他會出現在 這個生衣製藥的產業裡面 我們政府也投了非常多錢 從1990 它的發展很有趣 我最近在讀一些以前舊的半導體發展的資料 就是說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大家都知道1975年做RCA的計畫 這是經濟部的計畫 看起來那時候的國科會 和科技部是相當吃味的 就是一個明明是個技術發展計畫 這個為什麼是經濟部在主導 而不是國科會 但是後來當然證明這個是非常成功的 國科會就去做了一個 他覺得他可以來引導跟發展的產業 那個就是生物科技 那這位生物科技產業的發展歷史 非常非常悠久 那以後到今天為止 你可以看到他的營運模式 跟半導體或者是電子完全不一樣 他沒有在講究規模的 他講究的就是創新 有沒有辦法做出一顆新藥 就是最重要 不要問可以賣多少錢 不要不必擔心你的規模 因為你做出來以後 自然那個規模就出來 你如果做出一顆可以長生不老的藥 全世界都買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創新典型的 創新型的產業 剛剛我講的那些問題都不存在 那我是非常希望這個產業會成功 那我們當然對這個產業 發很多錢 到目前為止 也還沒有看到產業的impact 但是在技術能力 我覺得是 我們是慢慢累積了一些很不錯的人量 不要小看我們的製藥 全世界能夠做新藥國家不多 跟做那個半導體 國家很少是一樣的道理 台灣是少數可以創造新藥的國家 不是我們自己吃 這是美國認證可以吃的那一種才算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次老師 然後有一個問題我覺得很好 雖然是五名試問的 然後我覺得也跟大家最息息相關 他是說 在台灣創新道路上 大部分生產勞動力都是小小的螺絲釘 那我們一己之力能夠做些什麼 或者說您對場下的學生們有什麼 如果你能夠給他們對創新方面的建議 你覺得會是什麼 太好了 現在我們就是 現在這個時代就是 不像過去就是鼓勵大家進工廠 然後去從基層開始來學習 然後希望最後大家學有一技之長 也許有了一技之長之後出來 自己又開公司變老闆 這是舊的一些營運的模式 現在都是希望年輕人 如果你不喜歡在一個群體裡面 做一個別人指導你的工作 你就自己出來創新 而且是你從學校畢業就有各種的機制 能夠協助你 不管是錢 技術 市場 都有各種的機能 我也看到很多年輕人非常奮勇的投入 我們以前在國外會的時候也曾經 我覺得都是非常棒的一種過程 我其實會覺得年輕人在 尤其在大學這個時代 就應該多去嘗試思考這樣的問題 尤其要有跨領域的學習的能力 因為當你開始創新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不管你有多厲害 你自己懂的那一塊就是不夠 你就是需要別人幫忙 你不一定要自己做 你不一定要什麼東西都趕快要去自己學 但是很重要一點是 你要知道你要找誰幫忙 你要知道這個東西要到哪裡去找 這個技術要到哪裡可以找到 這個東西就需要 我是覺得說不管是大學或者研究所的階段 你一定要在跨領域這一塊的部分有一些設立 你到時候沒有一件東西是你 現在是一個團隊幾個人都已經弄不出來了 你不知道你在創新一個東西 一定會跨到別的領域 你一定需要別人的協助 但是你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你知道你要去哪裡要找誰 有這個能力我覺得這個大學就沒有白念了 不要到了出去社會以後再去做這個 那就很辛苦 而且那個環境也會非常困難 因為你每一分鐘都是成本 對不對 當你開始創業的時候 不管是誰給你錢 他都在算 你每一分鐘做了多少事對不對 不像這個大學時代 你不管用誰的錢在念書 不會有壓力嘛 對吧 所以這個時候是一個拼命學習的時間 所以說涉獵廣說 而且是未來應該是很重要的一個趨勢 然後林明正問了一個問題 我覺得也還蠻重要的 但是這個問題我覺得會相當難回答 就是說請問老師 目前中國是否陷入中等所的陷阱 您認為他們有機會擺脫嗎 確實很難回答 照那個經濟的原理 就是照我們經濟原理 每一個國家都要面對這個瓶頸 我覺得 當然那個我剛剛講 我們這一段這個經歷都是二戰以後的經歷 所以我們沒有包括像美國英國那一段的探討 或者日本怎麼樣透過那個瓶頸 我們也沒探討 這個我們都假設他在二戰結束的時候 他已經是一個工業化國家 所以說那些我們熟悉的老工業化國家都沒有算 從此之後差不多70多年到今天 能夠突破就目前為止就兩名 所以你要我做預測 那就中國一定會陷入這個陷阱 只是說那個時間要多長我不知道 但是我比較擔心的不是這個 不是他會不會陷入那個 他現在差不多1萬塊 剛好1萬塊1萬1 看你對他的統計有多大的信念 不過大概應該是個中度所得的國家 應該要沒有疑問了 這是大概1萬去年1萬2 那所以他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他接下來是一定要創新的 他如果靠舊的模式這樣 一直砸錢一直蓋工廠增加生產規模 他是不可能把那個所得拉上來 然後也一樣他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像人口老化這就不談了 不過純粹來講他這一塊一定要進行創新 那我覺得以台灣的經歷 因為我們這同的文化嘛 所以我覺得我們能創新他一定能創新 所以應該相信他們可以創新 他們也證明像過去阿里巴巴騰訊 他們也做很好的創新 那我比較擔心的是他這個體制 他這個體制不太有利於創新 這是最大的困擾就是尤其 因為我覺得像我們看阿里巴巴或程訊的成功 那個是因為政府沒管他 政府沒有意識到這個東西有那麼會產生 那麼了不起的一個規模型的企業 阿里巴巴成立的時候有拿政府的錢嗎 沒有啊 他都是靠什麼軟銀阿那個菜重新他們給他找錢 都是國際的資金進去再支援了 他是靠中國大陸的市場的一些特性來做創新 因為用了西方的技術 但是經過這個轉換之後就產生非常高的價值 但是那個體制有在沒有鼓勵 但是至少讓他可以連接到那個創新的能量 例如國際資金 現在這一塊都已經很困難了 因為大家如果有在看新聞軟銀最近很慘 股票跌得非常凶 為什麼呢 因為他所投資的這些中國公司 像那個什麼滴滴打車都不能上市 那一個VC的投資人 你如果投入錢以後不能上市 你還會再投嗎 他如果跟你講這個最後要在上海上市 你願意投嗎 不投了嘛 所以他這個資金鏈就會斷 那更重要的是一旦你創新了 變成像馬雲這樣龐大的帝國 政府說你這個太大了 對不對 太大了你就不能自己經營 所以政府就要過來干預嘛 那這個對創新都是 現在我覺得在制度上 這兩個這個是最大的 這個是最大的我們必須要擔憂的 如果他這個不放鬆 那我覺得是沒什麼希望的 他這個經濟會卡住非常長一段時間 這是我的感覺 一直到他覺悟了 就必須要改 就像他當初為什麼要改革開放嘛 因為你搞了 其實他那一段計劃經濟的時間 並沒有很長 從1949到1979 不過才做了30年 30年一轉眼你就過去了 是吧 做了30年發現走不出那個死活動嘛 所以他就改變 所以我現在是 他目前各種做法有點擔心 他會重複這個 重複這一段 這個歷史的一些經驗 然後有一個問題 也是五名試問 當然我覺得這個我想要發揮一下 就是說有關韓國 像韓國這樣子只重視經濟 那可能就凌駕於什麼政治教育司法 立法等權力之上 那這個又是另一種模式 相對於中國或者台灣 那這點上我想要再補充一點就是說 以我在國外 無論是在美國 或者在香港的經驗 都發現說有很多韓國學生 而且他們都很優秀 他們都很努力 所以然後呢 那在美國當然 你看到越來越少的台灣學生 但是原因是韓國學生就越來越多 然後越是頂尖名校的 韓國學生就越來越多 然後這一點上讓我真的覺得很 坦白講我真的覺得很 admire 就是你光看到 他們能夠有這些頂尖的學生 在頂尖的學校 而且不只在美國 在香港 新加坡都有 那你就知道說他們未來的成長 的確是 可能會把我們甩得更遠 我不知道您覺得 會不會這樣覺得 韓國永遠都是一個我們 非常好的一個鏡子 也是因為他一直跟我們競爭嘛 雖然雖然我剛剛說他的發展模式 在90年以後有很大的差異 但是產業上還是競爭非常激烈 就是半導體啊 什麼LCD panel啊 或者其他的領域 像他現在也做制藥做很大 都還是一樣在競爭 那韓國這個民族坦白講就是一個可敬的對手啊 所以他們做的很多方法 都非常值得我們去參考好或者是不好 那至於留學生這一塊 我覺得台灣這幾年為什麼留學生這麼少 我覺得有兩個因素啊 第一個就是我們這些了不起的半導體公司 像台積電吸收了太多優秀的學生啊 然後他給我們很好的薪水嘛對不對 我那天聽那個交大哪一個老師跟我講說 我那個學生去某公司 他兩年之後就回來跟老師跟我講說 他現在薪水已經比我高很多了啊 就這樣啊 然後這是第一點啦 所以你就不要出國了嘛 就是你為什麼還出國呢 第二點當然我覺得是跟中國的崛起有關係 因為過去的名額很多名校的名額被中國的學生占了 那因為美國把我們視為是什麼同一個來源的 所以台灣的學生要申請好的學校 至少在我們這個領域很清楚啊 很難很難 那這個改變了喔 這個現在我就改變了喔 所以也許在至少在社會科學這塊領域 我們應該可以在有一些 有一些比較多的開展 那其他的東西我覺得還是要學習啊 現在企業像台積啊或者是聯發科 也都會意識到啊 就是說大家都不念PhD是很危險的事啊 對他們來講也是一件危險的事嘛 所以他願意出錢來幫忙啊 所以這也許怎麼樣來做一個平衡 不得你長期你不能老說這個短期這些人很好用嘛 就是長期的那個發展的這個潛力 還是要靠長期的養成 好不然我看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好了好不好 最後一個問題我覺得好了 那位同學剛剛從剛剛那一隻舉手相當堅持 我想請問一下院長 那麼剛剛我看到那個數字說我們人均所得 已經到達3萬塊我也是覺得蠻吃驚的 我不曉得現在現場這些年輕人 到底有沒有這種感覺 我的覺得是 就是年輕人一般來講的話對於 這只是感覺是一個數字 那麼因為他們自己所得可能 感覺上除了幾個公司比較特別以外 一般來講可能沒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問題可能會回到那個 這個財富的分配究竟公不公平 那我稍微看一下資料 台灣的這個主要的稅收來源 60%是勞動者的薪資所得 那麼真正有錢的人 就比如說我以前的老闆他號稱 他每年支領一塊錢薪水 可是我們都知道他比誰都有錢 也就是說代表說這個 我們講說資本所得 資本所得 能不能更合理的磕稅 那以至於讓年輕人 這個不要 或者說這個勞動者 不要背負那麼大的壓力 這部分我也覺得是很值得 政府的深思 那剛才這個 我順便有一種感覺 剛剛院長這邊舉了Apple的例子 舉了這個Internet的例子 我覺得不只是台灣 全世界就只有一個Steve Jobs 也只有一個壓Apple 那你要知道是全世界 包含歐洲還有所有的公司在裡面 所以這裡面背後 絕對不是說他只會創新而已 還有一個很強大的力量在背後 那就是資本 他可以有幾乎是無窮盡的資本在支援 包含他們的這些互聯網創業的公司 當初Google有多少的資本在背後 所以我們就適合 比如說剛剛你講的幾個隱形冠軍 我覺得是蠻適合台灣的定位 是要評論一下 我覺得是所得的東西 所得的問題我覺得這個絕對同意 但是三萬塊絕對後增價十 就是說某些人當然拿的比我們多 那我也蠻同意這個資本課稅的部分 是相對比較少 那這幾年其實我們學界各方面 大家都有在努力 就看看能不能在資本課稅這邊有一些 有一些改善 全世界其實都有相似的問題 所以讓這個 不過雖然大家也不要悲觀 台灣無論如何的所得分配 在全球還是非常好的 雖然它跟過去比是惡化了 沒有過去那麼平均 但是在整個 所以這是一個也是一個世界的趨勢 就是整個技術的發展跟分工的樣態 讓你沒有辦法迴避 就像你剛剛說的 你可能只有一家Apple 現在這個整個競爭的狀態就是這樣 所以熊逼得那個理論是越來越真實 他不只是你用一個國家的層次來看是對的 你用全球的層次來看都是對的 謝謝陳天之院長與許柏宣老師 我們今天的演講到此告一段落 我們準備了精美的紀念品 請林哲群院長上台製政紀念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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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院長 謝謝 我們請許柏宣 願徐老師獻花給陳天之院長 好 喔 來來來 謝謝 謝謝 很漂亮很漂亮 OK 謝謝 謝謝徐老師 接下來我們邀請台下第一排貴賓上台 與獎者合影留念 喔 要合影 來來來 謝謝陳天之院長 謝謝各位來賓 今天的演講到此結束 祝您有個豐收的夜晚 謝謝您再見